北京时间3月28日晚,网传江苏省苏州市街头发生一起枪击案,一人死亡,一人受伤。 网民感叹,中国社会越来越不太平。 当晚传出的视频显示,一名黑衣人倒在路边的车道上,一动不动,旁边有公安看守。 另外,在疑似某建筑的后门处停着一辆车,车顶蓝灯闪烁,周边也有许多官方人员。 据网络消息,事发苏州市TNT酒吧皇家永利后门附近,疑似喝酒起冲突,凶手连开两枪,还动刀将对方一只手砍掉在地上。 也有消息称,现场一死一伤。 还有说法称,凶手一痛乱射,现场非常惨烈。 目前,中共当局已在封杀此事。 但消息已在当地传开,一些酒吧经营者蹭热度,宣称转场就送防弹衣。 消息传到海外社媒上,许多网友嘲讽,中共国真安全,美国枪击全世界报道,苏州枪击有谁报道? 中共治下民不聊生,旅传恐怖凶案。 江西赣州信封县发生汽车冲撞路人事件,中共当局称二死四伤。 3月29日上午,网传江西赣州信封县汽车撞人的视频,显示多名伤者躺着在马路上,一辆小轿车前侧损毁严重,一人浑身是斜卡在被撞坏的引擎盖上。 还有一个伤者躺着在路口处,脑部明显受伤严重,拖出一长串血迹。 附近的一名商户告诉大陆媒体,事发车辆从附近小区旁边的菜市场开过来,一路撞了几十米,看起来现场特别严重,肇事司机还跑掉了,现在还没抓住。 该县交警大队回应,称这是一起交通事故。 事发当天早上九十许,肇事司机撞人逃逸时,又连撞两人,造成二人死亡,三人受伤。 不过,该县公安局稍后发出的通报又称二人死亡,四人受伤。 该通报未提司机撞人后逃逸,只称信封县嘉定镇解放东路发生一起小型轿车与二轮车行人碰撞的交通事故。 通报也没有提到肇事司机是否已被控制。 3月28日,一视频揭示,湖南张家界农民被禁止炒茶叶,炒茶机被封,引发热议,被网友批直接抢前。 视频显示,两台炒茶机被贴上了封条。 封条单位为永定区煤茶生产加工蓬点专项整治行动工作专办办公室,时间为2024年3月28日。 张家界农业局,炒茶叶的都搞大风调了,现在不准炒茶叶了。 以后茶叶的价格可能要长了。 平安。 来个矣行。 楼上ando。 你去哪里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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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净利润暴跌于46% 以公司董事会主席玉亮为首的核心高管 集体降薪约99% 当地时间3月28日晚间 万科集团发布了2023年度业绩公告 显示该公司在2023年的全年营业收入为4657.4亿元 人民币与2022年的营收相比下降了7.6% 去年归属上市公司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1.6亿元 比前年的226.9亿元下降了105.3亿元 降幅达46.4% 据路媒第一财经报道 由于去年业绩大幅下滑 万科集团八位高管放弃了2023年度奖金 另外 自报告披露之日起 万科董事会主席玉亮 总裁祝九胜 兼事会主席解冻自愿领取月薪税前1万元 作为房地产行业的头部企业 万科集团的高管 过去的薪资都很高 以玉亮为例 Win平台统计的数据显示 玉亮2014年至2016年 任职万科集团总裁期间 每年的税前报酬约为980万元 2017年任万科集团董事长以后 在2017年至2020年4年间 玉亮每年在万科集团获取的年度税前报酬 均高于1100万元 而2018年 他的年薪更高达1253万元 2021年 万科集团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从415亿元降至225亿元 降幅达46% 当年 玉亮为领奖金 年薪也降至154.7万元 2023年 玉亮的年薪再次下降至127万元 相当于月薪10万元左右 如今 他带头领取月薪1万元 相当于降薪99% 此外 2023年万科集团决定 不派发股息 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这是该公司从1992年以来首次不分红 公众号资本百科 3月29日转发了万科的上述财报内容后 评论说 万科的虽然净利润暴跌了46% 却并不是最糟的 相比之下 央企金贸地产和远洋集团 一个亏了接近70亿元 一个亏了200亿元 近期有传闻指 中共国务院已出手搭救陷入困境的万科集团 要求银行向万科提供融资支持 并要求债权人考虑与万科延长私人债务期限 因此有网友评论称 若上述消息属实 那么玉亮等高管带头自降薪水也就不意外了 有百草之王美玉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使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100%韩国优质6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6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